我擔任一個非常堅強的單親媽媽 嗯 然後有一個女兒 然後因為母帶父子嘛 然後要照顧小孩又要上班 其實是現在很多人 很多職業父母的寫照 小姐來盡點 我幹嘛幹嘛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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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遇見你 我要唱欸 如果我遇見你 你願意把我放在你心上 如果我遇見你 你願意把我捧在手心嗎 如果你有一顆心 你願意把我捧在你心上 其實我剛開始查到腳本的時候 我還蠻緊張的 因為我沒有拍過MV 不一樣的感覺是MV不用被台詞 呵呵 就是一種即興發揮的感覺 你不冷嗎 我還好 你剛剛比較冷 我超冷 其實以前拍片常遇到 對對對 但是這次拍片我還真的沒想到 這麼冷 她不穿欸 我要喔 我不穿 我不要 我擔任一個非常堅強的單親媽媽 嗯 然後有一個女兒 然後 因為 母帶父職嘛 然後要照顧小孩 又要上班 其實是 現在很多人 很多職業父母的寫照啊 其實第一支鳳凰就是 帶點類型在裡面 然後帶點議題在裡面 鳳凰需要劇情張力強一點 所以表演方式比較放 但是也透過語正的詮釋 讓這個故事就成立 然後也玩得很開心 因為我不知道我該不會走出來 就是跑來跑去啊 哭到還好跑來跑去 真的 我穿高跟鞋跑 五年以上沒跑過了吧 對 這 腳踏是會痛的 但是我還是很盡力的把它跑完 我真的哈嘍 我真的哈嘍 你來了 你來了 你來照顧 你來照顧 我一直聽人家講話了 有一顆心 你願意讓我 活在心上嗎 我看不見我自己 可能會被政府單位 關切 天龍 然後你覺得你跟母人物質一樣 然後你自己打理自己 然後他一直吵一吵 不是他們那個道具 沒事沒事 不是 假的假的 不是假的 你說罵小孩這個怕嗎 還是我怕 真的 不要這樣我已經有收了 我已經 我差很久沒有罵人了真的 就是在戲劇上 戲劇上 我覺得他就是非常非常聰明 就是我覺得他 因為很聰明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 他可以很快的把自己放在那個狀態裡面 而且他很厲害他是 但是你每個 Riversмaps 或是你每歡個敬衛 她給你的能量都一樣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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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姆 前面組客的工作 然後再到演員 然後再到CEO 或是創品牌創辦人 然後再到歌手 我會覺得他其實一直在 穿梭在不同的角色裡面 跟不同的專業裡面 所以我就會一直覺得 他的歌好像可以 只是有別於 拍一個單純的故事 其實這首歌 我覺得每個人聽到歌 感受都不同 可能投射到你身上是親親 可能投射到我身上是愛情 他身上是友情 那種感覺是一個就是 你需要我的時候我都在 我就是要你去珍惜身邊的緣分 不管是什麼緣分 你在哪裡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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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